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现场的同仁 大家好 我是尤环企业的LinkedTintech 工资师毕可 那今天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刚刚前面很多讲师都有提到的 我们的OpenDS 那它是我一套我们所谓Azion Cloud 所跟对我们DX所提出的一个方案 那在讲我们OpenDS之前 我想我这边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何谓DX 也我想可能在说各位 或者是我们现场同仁也许 还没有实际去触碰到我们DX这种理念 那DX其实是一种希望去更强 我们的软体开发人员 还有我们IT维运人员之间 沟通合作的一个理念 所以各位可以不用把它想成是一个 我好像直接用它就可以 马上就可以用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工具一样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适合是有点像是 一种跟对我们一种企业文化 或是公司工作方式的一种 理念上面的调整 那它除了跟对我们沟通合作这块 希望去过更加强之外 那它还加入了所谓的 各动化可能和各动化可能和 还有各动化可能和可去发布可去不苦等等 CI-CT的概念 在我们DX里头 那它最共目的是希望可以减少我们 IT人员和我们软体开发人员各界沟通的根本 那也希望藉由将一些可能是比较 一些琐碎或是一些比较重复性的工作 所以希望透过一些自动化的规格 自动化的格力来去够达可能 来降低我们IT人员 还有我们开发人员身上的负担 也希望透过一个理念 也可以进一步的来去确保我们软体开发品质 比如我们可能Google次数会变少 或者说我们一些比较索罪的事情 由自动化去够到的话 那就可以相对地可以进一步来提升 我们可以持续化去部署的一个理念 OK 那这边是列出几个我们DX的几个好处 那首先前面裹边两个 Replice Deployment 还有一个Import Corporation 可是两个最主要就是我们导入DX 两个最主要的一个有点像愿景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持续化去部署 让我们的客户人员可以持续去过客户 那因为希望导入一个持续化部署的话 那想必自己里头都必须导入非常多的自动化 那另外就是可以去改善我们的沟通 因为可能过往我们的开发人员 希望去过部署的时候 都必须先可能写封信 或用那个Slack啦 Iain啦 跟那个我们的OP人员沟通 你要帮我把一个可能是补乎到我们对应环境去 那它会希望DX的理想优势 就是希望可以改善这个沟通 让各种沟通大多数都可以变成 自动化的方式去够运行 那当然在导入DX好酷 得到左边更能够好酷之外 那也进一步地提升我们开发速度 因为我们就降低我们沟通的根本 那也相对地我们开发速度 就是我们开发人员可以更加关顾在 我们开发的这个工作上面 那另外因为很多琢磨的事情 或恐怖的事情都已经由歌动化去过执行的 那也相对地可以进一步提升了 我们肯斯玛的品质 因为我们开发人员可以更关顾在 肯斯玛的修改冠写上面 那我们布古人员可以更关顾在 布古后面的一些洛贝克的动作考过 而里头的一些基本的恐怖性的动作 都希望由歌动化的方式去过库里 那当然因为很多的动作都已经由我们的系统去过执行的 那当然也相对地安全性上面 也可以降低很多我们人为上会去介入 而影响到我们肯斯玛安全上面的问题 那个是我们这边 那个也是几个业界跟对导入DX 几个列顾的几项好处 OK 那挡到这边也许各位就会开始希望导入我们的DX了吗 也许概括各位各公司可能已经有开个导DX 或者还没有开个导 可是有讲到个名词希望开个导入 那这个我们可能相关的导入的古词人 就是开始搜寻相对应的系统来去过导入的动作 那这个时候粒粒肉扛可以搞到非常多的系统 都有提到他们可以跟对DX 来去达到可能DX的某些部分 比如说我可以使用我们的那个Office 或那个Office Project等等 去过到一些计划上面 或是可能单独搞到Conference 也可以用来去安排我们过来上面的计划 那接着可能跟对Deployment 那可能会搞到Google、Docker等等 或是跟对我们起头西安心地等等的动作 也可以搞到Junking可以相对应的软体 或是跟对我们的问题追攻 我用个红线 也可以搞到类似G啦 Mintis各类坎品可以去过到我们的问题追攻 那搞到各类坎品也许都是独立搞到的 那时候我们的选钢团队 或是我们所谓的坎品的评鉴团队 就是开始评鉴哪一套那个软体 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公司去过使用嘛 可是就评鉴下去 可能就会花个半年一年或更久 那个其中的坎本 那个算下去 就我们连软体系统还没看到 那我们前面就必须花费非常多坎品 该去过导入的动作 那除了系统评鉴坎品之外 那我可能搞到相对应的系统了 我这里就开始去搞到 就是看乎我可能买入个系统 我们必须花费的坎本 或者导入个系统到我们公司 所需需要花费的坎本 以及将我们系统全部都换接盖起 那各所花费的坎本 给Lilicole坑本换下来 就会发现我们顾管 或我们老板说 怎么跟我多钱 那我不早了 有可能跟我们矿矿发生了 对 那其实1月的矿矿 会其实我们当前 而他前已经提供一个 就是我们一个 跟对DX导入的一个解决方案的 那就是我们的 Attention OpenDX Attention OpenDX 就根据他们在两年前 所够的一个调查 就已经发现说 各个团队各家公司 在导入DX到他们团队公司的时候 都必须花费大量成本 经费 还有可能满固团队的火区 那刚刚Kowin也有提到嘛 就是他们可能一开一个导入的时候 就是搞一个XAAX 这种系统的时候 都必须导入大概150个套系统 而Tagent哥平有调查 导入跟DX相关的系统 也必须导入到20几套系统 还有可能满固DX的需求 那刚刚搞下来 我们的关锋 可能光把20几套系统搞出来 那前面就不知道花费多少根本了 而Tagent哥发现各个问题 所以他能盖两年前 就已经规划出一个所谓的 Tagent OpenDX Tagent OpenDX会希望将DX里头 所有相关的系统 都可以以一键更合的方式 直接就像一个系统 全部桓接盖起 也就是刚刚柯文提到的 所有系统全部都可以 给建议盖文具要上面 然后拿去达到桓接的这个概念 所以他跟对我们前面有看到的那个循环图 那他跟对各个阶段 都有提供他们的 Attachion 圆圆的砍品 来去过卡绘 那可能包含了一开个Point 那可能就可以以我们GR的issue 来去更新我们的 我们的可谓的Roam Map 或Gantt图的一些功夫的规划 那当然工艰的一些回馈等等 你就可以透过我们的GXM 来去过一些问题报酬回馈的动作 那当然还有工艰的考过 或监控 还可以透过我们的UpGenix 我们Attachion Cloud 所处的一个系统监控系统 或是系统报酬系统 来去达到一个系统监控的动作 那工艰还有一个CICD 梗合的动作 那当然就依靠我们 Attachion Cloud 的Benbow 来去使用Bitbaki的 来去过到一个CICD的动作 那当然可能刚刚有提到 像预刊他们已经用Jenkins了 或像有些公司也许使用GitLab Runner 那其实都没有问题 而Tashion跟对这些第三方产品 也都已经把它纳入到他们的 OpenDS的流程里头 所以就是像刚刚那个Lin也有提到 那他们预刊可能以及自己团队 也有各概使用自己的系统 那其实都没有问题 而Tashion都有提供相对应的Pakuin和API 可以跟合大多数 就是商场上非常多的套的系统 或是如果是各公司自己建立的系统的话 我们也可以透过API 或是透过后方Glin的方式 来去达到团阶的目的 后方我就跟对我们这个旋软图 来去一比一个别去做介绍 那首先是我们各一间工作 所沟通的所有资讯 或是说我们所谓的KB 知识库的管理等等 都可以在我们的Convert上面搭坑 我们Convert上面有提供 所向对应的Calendar 我们可以跟对我们的官员 来去安排相关的会议 或是工作的讨论 并且我们可以直接在Convert上面 去冠写我们所谓的官员计划书 规格书 并且我们可以直接在规格书 上面可以拉人进来去过讨论的动作 然后各些资讯 全部都会捆放在我们Convert上面 所以就可以帮助我们工作的下一个官员经理 可以有前面一个官员的经验 可以直接去过勘考 然后它就持续去发展 那个下一个官员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的Point部分 就是跟对我们DX里头Point的部分 需要又提供所谓的Adminc Roadmap 我们可以直接在Roomap上面 直接将我们跟对各区的计划 或各区跟对各区的系统开发需求 给开分构多个工作 然后将这些工作之间 证定时程以及工作之间的接程性 那就可以方便我们的官员经理 更好地去追工说 我们这些工作应该开始和完程 以这些工作各区之间的关联性 那如果有任何就是工作delay 可是我们的聚大员会及时通知 或是像这边可能亮个黄灯 来去通知我们的股管 或者工作可能有delay 那需要在我们的可能会议上面去过讨论的动作 那当然我可能将这些工作全部都用Roomap 接分过来之后 我还可以使用具体的Ball 更好地去追工我们团队各项工作当前可拍的框框 以及各项工作现在的框台到哪里 比如我们预期工作拍下去之后 我们工作应该全部都要这样的档 那如果我工作delay或工作发生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报告面去过一个警示 来提醒我们的股管 或提醒我们的官员经理 当前可能因为一个工作有delay的框框 那接着是codecode的部分 就跟对我们DXcode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依靠我们的BitBaki 或是当然像如果各家公司已经有该用GitLab了 没有问题 就依靠BitBaki或GitLab 来去达到可能是我们的管控的目的 并且管控的歌讯可以看到 但都可以连回到我们的GitLab 我们的官员经理或是顾管 或是当前开发人员 就可以直接从GitLab上面看到我刚刚需求单 可能跟我的哪一段肯定码有相关 那当然我点击下去 他就可能立刻马上把我带到 不管是BitBaki或GitLab 马上连接到 他会跟我的哪一段肯定码相关 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段肯定码是因为刚刚需求单 而去过修改的动作 接着是depoint的部分 我根本是用BitBaki的画面 当然如果到时候你们的depoint是用Jenkins 或是Cloud CI 那都没有问题 BitBaki有内建BitLab 可以直接帮助我们说 我们肯定码只要推到BitBaki的话 的话就直接去过部署或是测试或打包动作 就可以用我的BitBaki Pipeline来去过完肯 当然BitBaki Pipeline就类似Jenkins的Pipeline 所以你们基本上只要想说 Jenkins可以过到的Pipeline BitBaki Cloud都过得到 也可以看到我可能打包快乐肯定码 都可以帮我部署到不管是AWS 或是AJA 或者是单捆部署到地端HERVER 就是透过XCP GLEAN 也可以部署到我们地端HERVER 对 或者它其实里面有内建非常多的一些套件 或是我可以下GLEAN 都可以去执行我相对应的工作 并且当我肯定码部署到我的系统上面之后 那系统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 那个AJA OpenDX里头的 Apogenics去过一个系统监控 交易系统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 它可以集合去寄一个报修单 并且寄给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每天都 指派对应的IT人员去过一个复格 或者就等到有报修单进来 可是我们Apogenics就可以去通知 相对应的复格人 来去过问题的复理 那他们可能会可以以信件 E-mail 电话的方式 来去通知我们相对应的复格人 对 OK 而大家应该跟对DX这块 也就提供它原生的几套系统 来去做support 不算是我们一开个合同结果 那依靠我们的conference 那或是point 那就依靠我们GR的board 或是roadmap 那coding部分就可以依靠blog 或是gitab github都没有问题 或是deployment可以依靠我们的blog 或是我们地端相对应的blog clad 底头pip-line 看屏本部 或是我们的jankins 车口CI 这些都已经在E-mail 原生的卡扣范围内 会支撑的功能都一模一样 对 然后最后就是monitor部分 就是依靠我们的upgenics 来达到一个系统 广态监控的功能 那当然除了monDX 除了上述这些可能只是基本的功能之外 那它额大线 OpenDX 还提供更多的 它提供非常多的packing 以及API 可以帮助我们去串联 我们一些第三方的camping 那像刚刚提到的 可能slack 或是现在非常多公司都在用的teams 它都已经有相对应的packing 可以去过整个的动作 那如果可能刚刚有提到嘛 如果不是一些商量软体 而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系统呢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使用 刚刚我们前面客人也有提到的 Automation for GLA 它里头有提供Weberhook API管接的功能 可以拿它来去管接我们低端的一些系统 那除了透过Automation去管接系统之外 那其实Automation也有提供一些自动化的功能 就变成说 我也可以接收别人传给我的讯息 那透过别人传给我的讯息 来去达到及时去更新我们GLA医学的光泰 留comment 或是记录我们库里格的worklog 那我们股管进来就可以看到worklog 就知道说 我确实跟RD人员刚才库里 而不是说没有该过库里的动作 那么RD人员也相对地可以减少 就是他们还必须空腹去更新的一些动作 就比如说它可要跟他们各地一些内建的系统去过一个worklog的记录 可是我们可以做Automation的方式也记录到GLA 我们的股管给它透过GLA就可以去监控我们整个开发的流坑 OK 那进一步的那个也是RD人员的愿景 它会希望最终我们所有我们DX的所有资讯 都可以回到我们的RD人员上面 我们可以只要透过一个RD人员 就可以监控我们所有DX的故意光况 那跟这些写All-in-one RD人员 那其实也可以讲的就是All-trigger on GLA 我希望我所有整个DX流坑里头所有状态的追攻 或资讯的追攻 追攻都可以在GLA上面去过追攻的动作 不管是depointment的框框 可能是码开发的框框 或是说我可能是码不符的框框 等等 全部都可以在我们GLA上面去打坑 OK 那这边我就带一下我们实际在GLA Cloud RD人员在Cloud上面实际运功的效果 我们可能一开始也可以直接在GLA上面去创建一个需求单 我们可能有一个需求要去过开发的动作 然后我们可能去控制一个需求单 那需求单里头的栏位 那各位有用过GLA 可以都知道 栏位全部都可以刻画 你可以去记录你们想要记录的歌讯 那框框进去歌后 那这个我们RD人员在接口到一个需求单 就可以直接从需求单上面去控制一条分歌 并且可定到我云端的一个旅帕克体 可能你从哪一个旅帕克体哪一个分割出来 来去过开发的动作 比较久就再过去了 对 那这个我们的开发人员就可能会将根据码 然后第一端Git Clive 然后开始去过开发动作 那这边是我们Attention所出的Git Clive的画面 那当然现阶段Git Clive非常多 Eclips Ray Hay等等 全部都有 或是Vitual Studio 其实内建都有Git Clive的功能 用哪一套其实都可以 那这个可能在开发完之后 就会把它压根我们的Commit或是我的Diff 上款到我们的BitBike上面 那这个这边就是重点 就是我们上款到BitBike之后 我其实就可以自动化由BitBike的Pypline 来去trigger我们的SolarCupid 来去做扫描动作 那其实就呼应到刚刚利隆所提的 我希望我肯定码只要一上版 就去做扫描 那并且扫描结果 不管是随时我去扫描 资讯最后都会回管到文具 由我们的PM或股管来去确认 这个肯定码扫描的光况 那这边可能稍微读久一点 可是我们还是看一下它的效果 就像刚刚我们的股管就只能及时接受到 我当前我个Project里头可能已经有小苗窟 相关的reproject以及有小苗窟相关的漏洞 并且我点下一个漏洞可以直接帮我跳管到我们的科华库本 直接去确认或当前一个漏洞是跟哪一个漏洞相关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确认 刚刚这边也还有一个小部分还没接到 就是刚刚其实右下角 刚刚下面不是有列库说它有哪些漏洞吗 其实我们是可以直接从右边 创建一个新的bug单 直接派我们RE人员去过库里的通过 这个我可能在这样漏洞库里完之后 我就可以去快立所谓的call review 可以稍微看一下 call review 创建的时候 也可以呼叫BeeBeePayLine 再去过一个小苗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苗可能就没有漏洞了 因为刚刚我们刚才不愿意去merge的时候 即将漏洞库更完了 这个我们就可以在call review里头 去邀请相关人来去过肯赫码的审核 或跟对一个肯赫码去过讨论 并且我们在call review的时候 也可以下一些条件 来要求过各条件必须满租 我可以开始将肯赫码 帮我merge到对应的分析 或对应的环境去 OK 那当merge下去之后 其实我也可以去驱动BeeBeePayLine 那我个边感觉的是说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驱动Junkins 呼叫Junkins 协顾 因为如果我们的系统该递端的话 也许呼叫递端的Junkins 会相对来过容易一些 那呼叫Junkins 就可以协顾 将我们包好的档案 也不符到我们的tanker上面 tanker的gable是 有个人是Java call 那当然到时候我们来说call 那基本上BeeBeeBeePayLine 相对的API或是套件可以去过使用 然后最终最终 我们部署整个流氢跑下一个后 我所有的版控版本 部署理会是部署框框 全部都会写到我的居料 等于我们的骨管 Leader 要从居料上面 就可以去确认到 我跟着开发的框框 那有bug 有fail 或是部署理会是fail 等于询讯全部都会写回来 OK 那到这边 最后就来总结一下我们OpenDX的几个优势 第一个 见个案导入可能低 因为基本上你如果想要用OpenDX 你只要进到Ethera弦的一键 它就可以帮你去框框一个GLA出来 然后一键就框框一个Conference B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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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都可以一键框框出来 那中间的框框部分基本上 它大多设定都已经帮你设定好了 你只要去设定可能刚刚提到BeeBeeBeePayLine 或设定一些Automation的规格 你基本上就可以开始弄一个 小型你的DX了 那当然维护根本也低 是因为系统就放在Ethera弦那边 你不需要聘请IT人员 不需要有IT人员的根本 那第三就是系统安全度高 那就是Ethera弦可到当前 已经通过非常多安全能源 那这样刚刚柯文也有提到 那任何漏洞原产原理 已经进行修复 那就是刚刚李永有提到 例如Log4G 可能4月多的时候 跟Log跑过来的时候 我们每个客户都冷心惶惶 那其实当时Ethera弦可到 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 就是它的优势 并且系统系统系列度高 Ethera弦提供了24x7的一个 就是雷克保护 并且也高达99.5的系统 健康云印保证 就是大概一年只会停4小时 但考古的话 Ethera弦也会付出相对应的培抗 最后就是换接客们第一 刚刚有提到了 其实我们Ethera弦各别人 已经有 现金带已经有提供 非常多的保护印 或是API 可以方便我们去过系统 换接动过 并且它也可续地 再去更新它的保护印库 让我们的客户 可以更好地去换接 他们现在可可用的 一些第三方系统 最后的最后 如果希望导入OpenDX的话 那我们该如何下手呢 那当然就是来找我们Lintaker 我Lintaker当前 以及除了Ethera弦之外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产品 就是DX几个相关核心产品 不管是我原始码扫描的SonaCuber 或是针对我二进卫党的管理 或安全性扫描的GaveLogger 或是如果BitBaki使用上 可能使用者还是比较喜欢用Gilab的话 那当然也没有问题 而来搞我们 我们各边也有提供相对应的服务人员 可以去过服务 以等一下我们黑旅会提到的Cathlon 跟对我们一些APP 那个网页独行化的一个 个动化科科工具 然后我们Cathlon也有提供相对应 应该过Lintaker 也有提供相对应 给Town改名的一些服务 OK 好 讲会不会有点快 OK 看到个边 我想现在在网路上有一些问题 针对Open Day Ops的部分 那其中一题我觉得看 现在还有时间 能不能够先替观众来进行回答 这一题就是说 Atlasin的Open Day Ops 看起来似乎可以跟任何的第三方 去进行整合 可是是不是有哪些的条件限制呢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条件 是哪些条件才能符合这个Open Day Ops呢 了解 那当前Atlasin所提供Open Day Ops的梗合条件 那第一就是 必须可以透过Web API的方式去过梗合 或是你们的系统可以打 Web Who可以给GRA 那个是谷要 各两点可以去过梗合的通过 那如果是其他可能比较有名的 第三方系统 那其实各部分 Atlasin也持续地不断去跟进 他的网页独行库 来去持续地可以让你更快地 好 去换接我们各界地干方系统 地干方工具 好的 那我们谢谢Vic为我们带来 完整的一个介绍 以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